他是老肖,心中念念不忘扫子面,便辞去了省城的工作,回到老家齐山,开了这家十大碗。 作为媳妇的人,这一生都忘不了这个东西,这么拉就耗这一口,尤其是我们挡起这些扫子面,哎呀,吃上一口。 陕西的面,注重面本身的做法。 制作齐山扫子面,面要薄,筋,光,说的是面既要光滑筋道,又要薄,吃到嘴里一定要筋道爽滑。 齐山的扫子,讲究煎,吸,汪,是扫子的汤汁滚烫,面少扫多,表面的油厚而吹不透。 酸,辣,香,就是齐山扫子面整体的味道。 齐山的扫子配菜讲究,采取植物的根,茎,叶,花,枣,还要对应黄,红,黑,绿,白,五种颜色。 五行五色,好吃好看,还能发个朋友圈。 外行看热闹,内行看门道。 齐山扫子面能渐渐行走天下,背后还有一个小秘密。 齐山扫子说也好吃,全部是由于这一串汤,农家特有的香醋,因为它是扫子面的灵魂。 一个对吃有追求的人,对食材总有着苛刻的要求。 就这样,老肖和做农家醋的老曹成了朋友。 老曹,哎呀,老曹,请来一下行点好东西,好,给你个醋看一下。 我去吧,我去,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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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来,来,来。 齐山的农家醋用五股蒸煮之后,加入大区,装入缸中。 在一个锡吊顶,泥抹墙,砖铺地的空间里,静静地发酵。 看,它们美得冒泡。 一百多天的发酵,醋最终形成。 这个蒜不似泪蒸,很业的蒜,响味特别多,脸,热油仔一呛。 郑哥这个战华,想人卖物子就飘香,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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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好,就这说醋,搜索面,马上成了,去做。 别人介绍过来,吃了九碗,吃了三十五碗,看不错。 表达,好。